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這位南部電我出的作品是2014年新年頭月 這個景其實是十年前的高雄伯厄 現在的高雄伯厄跟這個景色是不一樣的 高雄伯厄原來的景色是這個樣子 我就是習慣我住的高雄市已經30多年 有十幾歲住高雄的景色 所以對高雄的風景對它的風景帶有一點情感 所以我的畫作裡面 時常都會把高雄本地的風景環境 類似我的作品 那這個高雄伯厄為什麼畫這張作品 就是要保證當時那個伯厄原來是在停伯火車的一個 那個鐵軌的到運輸那個貨物到碼頭到高雄港的一個很重要的鐵軌 實在是就有了 後來才把它改變為現在的伯厄 現在伯厄是很熱門的一個景點 但是現在到伯厄去的時候已經看不到這些火車了 所以當時畫這一張作品的時候 還曾經做到高雄市立美術館他們研究員到我那邊選作品的時候 有看到這一張 那原來就是要我提出這一張作品去參加他們的評審 那後來我有另外一張高雄港的作品呢 也送過去 那因為一個人只能採用一張而已 所以當時的評審呢 是以高雄港的大景色呢 為那個 為決定那個那張作品 那個因為從港口到看到第二 一港口看到二港口 所以這一張就留下來在南部展這個重要的展場呢 來展出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看到火車就是 就是原來圓城區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重要的運輸的場所 後面就是我們的那個 哈馬仙 壽山 還有對岸的那個騎貨山 那中間這個是港口 那現在這個是伯厄現在在用的那個庫庫房 那這邊就是原來那個大公路那邊 那這個火車 那當時都還放在這邊 我們把這個高雄的過去的風景呢 保存下來 讓我們的下一站了解高雄港的那個高雄都市的歷史啦 環境的變遷 大概我報告到這裡 那這個樹以前就有很多樹吧 對以前就有很多樹 現在因為整個環境這裡都清理掉了 對 所以現在樹比較少 整個景觀都變了 完全不一樣 也完全整個景觀都不一樣了 這是當時那個火車停放的 車廂的那個實景 還有這個追悼這些設施都是當時的實景 那我是到那個香蕉盆那個地方去玩的時候 把那些照片拍下來 留存後來就是覺得很值得我來做一張高雄市風景的作品 所以我把它保存下來 我是叫黃正德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以上是我的 那你最近還有什麼新的作品 對不對 我現在比較新的作品呢 都是盡量的 齊景寫生高雄港 高雄市附近的奇異的那個作品 有高雄港的作品 有那個 有那個 甚至於高雄市現在新併進來的一個交集 像橋頭堂場那些我都有畫 從壽山頂上面畫 畫高雄港我都有畫 還有到柴山那邊去寫生 畫柴山那個廟附近的風景 我都有很精彩的那個作品 但是現在手作的寫生都是還是小張的 如果有比較適當的 我就會把它關成這個大張的來 像是有沒有機會跑到我們山山裡面 比如說桃園鄉 桃園鄉那邊有 桃園鄉以前我也時常過去 在那個南橫那邊 我以前時常去 去很漂亮 到那個 那個牙口 到那個關山 那邊我都去過 還有立道 到台東 我以前是常常去那邊玩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比較安靜 對那個都很漂亮 那個以前我都有畫過 改天有機會 再展覽一下 哪天有辦夠展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秀 就是這樣的 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